天洛 走 好 resembled 刚刚下飞机 这里到 beating 你好 Not近 忘金SOHO Good 比如说跟我听吧 好 好 朋友们好 我站在这里是在北京 曾经人意义上的第一次来到这里 身后是旺金收货 飞机上面的小植不太好吃 到了这里已经是中午了 肚子有点饿 找个地方要填一下肚子 这次是到公司邀约过来的 而且公司的总部就在旺金收货里边 先在附近找个吃东西的地方 而且就近找个酒店住下去 这个楼的形状有点怪 但在不同的角度拍它 就是不同的样子 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 找酒店围着这附近在找 这边这个角度看它感觉又不一样 以前都是在杂志在图纸上面有看到过这个建筑 今天是有心跑到这里来的 可能晚上看它的话要好看一点 这个 你就看到我就这造型 另一袋子背包包就跑到北京来了 有点像乡里人进城一样 让我出门在外吃东西还是好对付 找了一个面馆 点了一碗哨子面 还没到我 北京的面馆开的这么大楼 面好了 哨子面 当然非常于吃的面 这中午的也要吃 刚刚吃了碗面 现在先去找个酒店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悉的地方没地方呆 因为我提着点东西 没好去到总部 没有跟总部那边的运营这边联系 先找个酒店 把行李放下洗个澡 现在开了一间房间已经住下了 今天的话就应该不出门了 最多就晚上出去吃点东西 北京的这个房间 它还是分有窗没窗的 这个是有窗的 到现在我才知道这几天的行程 今天我是提前来了 明天就是在公司全天培训 然后后天就是游学一天 然后大后天就是送回公司总部 总部就是在万斤售后 今天要先休息一下 这个墙体 这个墙子也破了 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酒店租下了 刚刚在酒店里面洗了个澡 说准备睡个中午觉的 然后公司总部的运营给我打电话 问我安装好没有 安装好了 可以到公司总部来参观一下 现在到了公司总部这里 先跟他联系一下 让他下来接一下 我还不知道怎么上去 这个地方太大了 以前都是在杂志 在电视上面也看到过这个建筑 我自己找到公司总部来 第一次到这么好的鞋子楼里面来 公司里面待会有人下来接我 开车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那我们去哪一边 先来这边 到这儿来看一看 到这儿来看一看 好大 一个家窗户上 好 好 那你进去吧 好嘞 我自己下来 好嘞 你先来 这是现在一套礼品 现在先回酒店啊 回酒店开开直播 因为现在 这是直播拉票的世界 今天来到小金瓶 中央本桥的总部 收到了总部小伙伴的热情环带 给我泡了一下午茶 然后其实了解到公司 有很多大健康产品 包括小金瓶 就是这个品牌的 王牌引流产品 就是因为现在 快捷着生活嘛 然后什么都图方便 损失小金瓶的又是作为一款 比较全的户户养福产品 所以说旅行啊 家用啊 都是特别方便损失的 现在还有主播在 玩茶上面直播啊 看一下 我订好的房间是在 这个忘记收货 附近的一个宾馆里面 在这边应该是 最平价的一个酒店 然后里面的环境呢 非常一般 但是比较实惠 还算是干净啊 现在就回酒店去了 明天的行程就是 到公司祖宫这边来多了解一下 公司的文化跟 啊 产品 这个产品 在国外卖的非常滑 在国内这几年 也开始慢慢活起来了 名票穿着这个衣服过来 不知道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 带回去的时候再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厦的话 就非常的雄伟啊 朋友们早上好 这是在北京的街头 就要到这边公司来学习 我提前过来了 提前过来了 公司的小伙伴 为了第二天会场的一些做准备 非常的忙碌啊 早上起来看到 好像是起雾了 不知道说不上来 是雾不是雾 不知道是不是雾霾 那个太阳的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他们看一下这个天气是不是起雾了 这个太阳的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灰蒙蒙的 公司就在这个写字楼里面啊 这里是朝鞋区的万金售后 这么大一个鞋子楼 想必在这里的租金 这一块是应该非常贵的 好像有很多大公司都是在这里 这次出来游学 在北京这边一待就是三天啊 正好也是印度西瓜普内开始的时间 我们顺利的通过了海选赛 小杰也通过了海选赛 现在是在竞技赛里面 小杰的那个赛道跟我们这个赛道是合并的啊 在一个赛道 小杰排的名次 所以他是比较靠后面 然后呢 我稍微靠前面 所以这次呢 就准备是把我这个账号看能不能竞技啊 这几天呢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在帮我投票啊 非常的感动 有时候我们直播到很晚的时候啊 朋友们都还在给我们投 昨天我是没什么时间直播 小杰还帮我直播到很晚啊 起得比较早啊 找了一个地方吃早餐 一会儿吃完就直接去到对面了 对面 公司就在对面 这个比较豪华鞋子楼里面 早上叫了一碗馄饨 早上喝点汤还挺舒服啊 吃了碗馄饨 舒服一些 朋友们出门在外也要多照顾好自己啊 朋友们肯定想知道北京这边热不热 热 但是跟武汉比起来呢 北京这边算凉快的啊 武汉那边还是要热很多 朋友们看到这个早上起来都 这个天气啊 还是有点雾蒙蒙的 呃 没有说像武汉那样早上一起来 只要看得到有一点点太阳 就开始这道 今晚到了晚上 起点微风还是有蛮凉快的 现在去公司 好高级啊 在扫地都是用的机器 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 因为我掐着时间过来的 然后现在到了会场 我是第一个过来的 这是在公司总部 这边陈列的是一些大健康的产品 然后这边陈列的是一些户户养服的产品 一双电梯楼层左右两边都是这个品牌的 大公司域啊 非常大 今天一天就会在这个会场里面 了解整个公司的文化跟相应的场景 再就是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啊 大概就这些吧 我也非常想了解到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能够有这么大的实力 邀请到四个世界冠军替这个品牌来代言 然后也非常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 能够让外国人那么受青睐 在全球卖的那么火爆啊 然后明天就是要出去游学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去玩 后天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今天短事情就为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观看 喜欢这样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我帮我们关注复卫长 拜拜